飞机已经到了滑行的阶段 然后安全员就一直在刷斗 这种东西大家心里都清楚肯定会安全 起码说起飞的阶段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不应该再继续 看他的手机了 对吧 你作为一个横空安全员 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 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安全的情况下 去违背原则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严重的 你既然都在要求旅客这么做 为什么机组人员没有这么做 这个的话就是 我只能向上反馈 我们做其实前线的话 就是接触旅客的问题 然后我这边给您向上反馈 我们公司内部的话会出 轻人员的意思是讨论